我是林林 今天我们在北京啊 一个非常神秘的会场 带大家看一看一个宝马 非常重磅的七戏 那这一代七戏呢 应该是第七代七戏了 其实大家对它呢 也是有很高的期待 那我们首先从外观啊 看一下它的变化 首先最显著的就是 它的这个双胜格山啊 宝马看来是 是将这个大鼻孔要进行到底 那虽然呢 这个格山啊 有很多的争议 但是我觉得 其实在这个时代 有些夸张的东西呢 比较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特别是今天它一出厂的时候 就是它边上点亮的这个光 和地上的倒影照 相互辉映的这个感觉啊 是非常有气势的 那另外比较显著的一个呢 变化就是它的大灯 那它现在采用这种 分体式的大灯 而且你看 这个它上面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采用了这个 湿滑洛士奇的水晶 所以这种不灵不灵的感觉啊 极其的精致 那非常的好看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它的侧面 其实它采用的是这种 比较厚重啊 比较硬实的这种线条 你看它的腰线是 非常直很硬了 但是有一点点的圆轮的弧度 那也是张浅他 栖息这种很霸气啊 很有这个厚重的感觉 那轮车轮是20岁起的 20往上 一直可以到23选择 那它一直配了很多 这种M的运动的套件 那不过啊 其实外观的话 就是一目两然 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平安 但是啊这一次更加让我震撼的是 它美式的设计 就是它的数字的话 和它灯光的这种 嗯 搭配的上面呢 带来了非常年轻化 非常不一样的感受 我们进去看一看 首先我们从后排来体验一下 最显著的就是它拥有一个31英寸的超宽全景显示屏 在后排啊 天窗上面的这个位置 它可以通过折叠翻下来 带个后排呢 不一样的视觉体验 那这个屏幕它不仅有宽又大 而且它采用的是32比9模式来播放内容 并且它的分辨率呢 是8K的 所以啊 整个显示的画质是极其清晰的 它里边的内容呢 软件呢安装的是爱奇艺和华为应用商店 那你也可以看到啊 宝马就成为第一家在后排娱乐系统中呢 搭载华为应用商店的豪华汽车品牌 那并且啊 它也是在后排第一个运用这种悬浮式聚目的豪华汽车品牌 后排 它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就是 门上啊 门把手的位置 有一个5.5英寸扶手触控屏 这个触控屏 基本上集成了所有后排 来控制营娱乐系统 然后控制座椅 和这些呢 乘坐感受相关的功能 那一个是它的UI的设计啊 和整个车的氛围呢 是相得一张的 那非常的高级 那也呢 是更好的去烘托了这个 后排乘客遵享的这种感受 这个屏幕里边 你可以看到 它可以控制折叠上面的大屏幕 那可以呢 来控制啊 去让副驾驶前移 并且让它放倒 然后可以抬起一个小桌板 让后排的座椅呢 尽量放倒 并且它的座椅靠背是支持 42.5度来往后请的 那座椅的材质 它呢 也是运用的是这种皮质和 所谓的羊绒材质 其实是一种织物啊 这两种搭配在一起 所以它的软硬啊 无论是触感都是非常好的 那在这里呢 也是啊 营造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反响的 后排的遵享的乘坐空间 这里还要提一下呢 然后是它呢 采用的是这种保华尾键的 4D钻石音响系统 然后这个音响系统 多达36个扬声器 然后它的功率呢 是高达1965千瓦数据 那你可以想象 在这样的一个车内空间里 它能提供是怎样的音乐体验 坐在前排啊 你更是被它这种科技感 和它这种精致的考究的选强啊 所震撼 当然了你最先 最引人注目的 首先呢 就是这个一体式的悬浮曲面屏 实际上啊 它是把12.3英寸的仪表盘 和14.9英寸的触控式 中央显示屏二核为一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曲面屏的造价和成本啊 都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这里啊 他们也是真的提供了最好的 这个东西给消费者 那另外就是这个屏幕 它的中控啊 也是升级之后的BMW智能 个人助理系统 那并且呢 iDrive呢 也是升级到了这个操作系统8.0 所以会带给用户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其实你从它UI 你就是可以看出来了 很震撼 并且啊 这个曲面屏 它和这个宝马的环抱式交互光带 融合在一起 所以这种极其的氛围灯 你知道 坐在这里 你就觉得真的是遵享啊 遵享的感受 栩栩生辉 好我们可以接着往下看 它的中控 说你可以看到 iDrive系统的这个操作按钮 水晶的 它依然保留了 而且不光是这个 旋钮采用水晶的 它的换挡 也采用水晶 就很多的控制按键都用水晶 甚至包括门上的这个座椅调节 都用了很考究很考究的水晶 显得非常的高档 车门这回呢 采取的是这种电动旋钮式的 那你只要在车外按这个按钮 车呢就会 车门会自动弹开 那车内有按键 你上车之后 只要脚踩刹车 车门会自动关上 那基本上这个等级啊 就已经属于了 劳斯莱斯级别的享受了 非常的周到和体贴 那还有一些数据要分享给大家 这一回的新七夕啊 它的长框高尺寸分别是 5391 1950和1548毫米 那轴距呢达到了 3215毫米 那除了这回新七夕发布之外呢 它们还同步发售的是 爱奇 就是纯电的七夕 它的续航里程呢 是一定要可以达到600公里的 那七夕啊 这个从上市到现在的全球呢 也是卖掉了超过200万辆 那这一次啊 宝马在七夕上面的突破 也真的是让我们大开眼镜 那也是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 我呢也非常的期待啊 能够真正的去把它开起来 来体验 它给我们在路上带来的尊享感受